回来看是Wi-Fi相关机片等都有明显稳定的呈响 库存也回到了健康水位 带动了网通IC族群 还有哪些个股值得留意 一起来听专家的解析 荧幕上飞在半空中的滑板玩家 手指头风火轮转拿转 就可以帮他换姿势 今年手机不只狂推AI功能 也计划导入最新Wi-Fi 7 带动相关网通族群 营运有望跟着手绘 我们比较相关个股 4月份公布的营收数字 包括亚信 包括瑞玉 包括联发科 以及达发 其中我们就挑瑞玉这一档个股 来做一个深入的探讨 瑞玉4月份的一个月营收 是月增11.3% 跟去年同期比则是年增21.8% 至于说去年一整年 它EBS赚了将近两个股本 17.85元的一个入带 那因为它4月份的营收 除了双针之外 它是创了20个月的一个新高 很浪法人经验 而且在已经公布的第一季的一个季报当中 它的一个毛利率 营业率跟EPS全部季度都是三绿三升 而且跟去年同期比也是全部都三绿三升 加上公司第一季库存已经回到健康水位 第二季包括在车用以太晶片 Wi-Fi相关晶片等等发展 也都会有稳健的成长 那公司目前正向的一个表示 目前在Wi-Fi6跟这个6.1的一个市场 已经具备整个领导的一个地位了 而最新的一个市场是这个Wi-Fi7 这个晶片 它则是会在下半年 这边按照这个牌表正常的一个出货 所以整个的一个规格升级的一个趋势 目前应该已经是见在悬上 这个是对瑞玉非常有利 AI需求更旺 Wi-Fi规格应用势必也会越来越强 专家看好整体网通IC族群 需求持续加大 未来产业前景乐观可期 东森台经新闻综合报导 客人